好的,你要看你 つまのину Hi,大家好,我是Akiyo Hello,我是美妍 天天我們的被子換了 有沒有覺得很鋒 其實我們這個頻道呢 除了會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妝啊 一些時尚啊 party 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分享关于 在生活上的话题 对 一些困惑的东西 就是到底我要不要这样子做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我们就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一些看法吧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同居这个问题 到底同居好还是不好 是 所以Mia是以一个同居的立场 OK 我先说好 就是可以很快的了解对方 睡觉又看到他 出门又一起 所以你就完全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这个人 干不干净 谈吐 或者他双方就在那边挖鼻孔 然后 每个人什么喜欢不一样嘛 我觉得这种很小的东西 都是会导致到吵架 而且是以后夫妻生活 所以我觉得如果同居的话呢 你可以先了解这些细节 你就知道对方是不是可以跟你未来生活的人 我觉得就是 因为这种细节 你可以很清楚了解到这一个人的性格 对 隐藏不了嘛 当你好像家人这样子了解 因为你对家人是完全不会掩饰你的性格 对吗 是的 当你跟你男朋友同居 就类似有一种这样子的状况 就回到家 我睡觉我就躺在我的沙巴这样子 就很家人的感觉 可是对方是念着的 可是你就可以很快就这样子了解对方 然后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快没有新鲜感 早上又见晚上又见又去一起上班 还是一起上课之类的 对 一下子就很无聊 除非你们对方有共同朋友 有共同的话题 共同的嗜好 这样我觉得你们就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也是要看对方怎样跟你沟通 怎样跟你去维持这段关系啦 所以是新鲜感这个部分是多少我觉得会影响 很快热烈就会过啦 我觉得同居的话 我本身是双索桌 所以我是一个是追求新鲜感的人 对他是很夸张 我看他犯人很乱 什么犯人会乱 因为他是试验啦 他是很伤心 可是念爱的时候又则是很爱很爱对方 就很快 但是如果我们是遇到我真的很爱的一个人 他是有要给我一个未来的 我是我的心是指向跟他 会定下来 我是觉得要看对方 他能够给到我什么我才会定下来 就是对方则是很确定 OK 你也是我的节目对象 然后你就会我们就一起讲 对对对 就有一个同一个共同的目标 对对对 像是我自己本身是坚持不同居 因为马环他就问我 我们要不要同居 然后我说 蛤我不要我不要同居 他那为什么来啊 他讲我想每天见到你 我之后嫁给你 就每天跟你住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 我是一个比较 你不要跟我讲你保守哦 我不是保守的人哦 那么快同居 然后就什么东西都看完了 虽然现在是什么东西都看完了 但是至少你还是会有一些 自己的私人空间 讲到你是因为私人空间 所以你就不要同居是吗 不是因为私人 对对 我的私人空间并不是说 去跟别的朋友聊天啊 或者出去什么样 我是喜欢自己一个人 但是他都很爱好 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啊 谈恋爱的那个过程就是比较 打蛋的泡泡亮亮 然后出去对 诶 等一下我们去哪里啊 什么什么 你来在我啦 我喜欢那种感觉 可是我跟我老公 之前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同居过后 然后跟我们就觉得 诶 我们很久没有约会的感觉 可是因为我们也有约会 可是那个不像约会的感觉 就一起出门 这样子就觉得有屁吗 就是一样 他一次放到有一次 他就工作 然后就回来 然后他就说诶 我们要出去 然后就讲 啊 这样你回来载我 这样 然后后来就回来 这样我就想 我就突然间我就找到说 我们今天有一点特别 就真的很不一样 就好像你来载我这样 所以我就说同居就是会有缺乏的这种就是恋爱 就是你会那个 期待 期待 期待的心情 然后你的心会跳到特别的快 因为你很期待他来在你的时候 然后看到你打扮很漂亮的那种感觉 是就是 因为就是感兴奋 you know 好啦 今天呢 我们的话题就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的 或者你有什么想要我们聊的主题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 今天影片就到处为止啦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分享 还有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 Bye